位于上海长兴岛的江南造船 是国产航母巨轮的诞生地 在一群钢铁巨人中 1600吨龙门吊超群绝轮 傲然挺立 作为江南造船最大龙门吊 它高达110米 相当于30层楼的高度 可以吊起1600吨的船体分段 它们将被用来建造万吨级大型舰船 1600吨司机 把钩子一起起掉 钩子一起起掉 38岁的梁静岳正在驾驭这只钢铁巨兽 吊装1400吨重的巨型夜怪 这个庞然大物从被吊起到精准安放在板车上 移动距离不过百米 但能进行这项操作的人 全国不超过10个 梁静岳便是其中之一 这项操作最大的挑战是 驾驶员需要精妙地操控手柄 确保钓钩以毫米为单位平稳移动 只要车子动起来 它都会产生惯性的 要靠你平常的机来控制它的惯性 保持它的平稳 这就是难处 梁静岳必须尽量减少钓钩的摆动幅度 以避免钓物损坏或碰坏船壁 甚至对低面人员造成威胁 梁静岳推拉手柄的幅度 肉眼几乎看不出来 能以恰到好处的速度 长时间推拉手柄 是她的看家本领 梁静岳不仅手上功夫过硬 内心也很强大 一坐进驾驶室里 她的眼里便只有调悟和操作 屏蔽掉一切纷扰嘈杂 甚至是情绪上的波动 每一个动作指令不能有出错 你发现什么隐患 要扼杀在摇篮之中 她四个都是一级高 一级高一级高 四个都不高了 整个吊装过程 需要至少六个人互相监督把关 梁静岳不断跟地面人员进行沟通 与此同时 搭档司机在一旁反复确认每一个动作 梁静岳的操作如行云流水 四个小时后 一千四百吨吊物 一次性分毫不差地落在板车的指定位置上 对于现在的梁静岳来说 吊沟平稳移动的每一毫厘 不过是她的基本功 然而在刚接触龙门吊时 这项绝技也曾一度是她难以企及的巅峰 来到海岛驾驶吊车成为匠人 是16年前的梁静岳从未想过的人生 2007年进了江南老厂 那个时候懵懵懂懂的 也不明白自己所在的吊车岗位是做什么的 后来等这个技术练出来了 感觉是有点小自豪的感觉 这每一吊东西人搬不动都是靠我吊上去的 操作龙门吊最大的难题是控制不住吊沟 吊物移动时产生的惯性是造成吊沟摆动的主要原因 而梁静岳要掌握的是预判惯性 进而克服惯性 这就要求她必须熟知龙门吊的性能 身高不足1米6 看上去有些吨式的梁静岳没有被先天条件束缚 她大部分时间都扎在龙门吊上 全方位了解每个机械的位置速度启动性能 遇到不明白的就一个劲的问 与此同时跟随老师傅石操的时候 一天工作8小时 她就跟同伴抢着开 最多能够练上7个小时 我们这个活码就像在百米高空上对地面进行绣花一样 这个需要巧劲 这个手感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练出来的 要达到这个手感 靠的是我们平时一直越来的练习 这样的练习 梁静岳坚持了16年 对江南造船的7台不同吨位的龙门吊和几十台小吊车的所有技术参数 脾气 吊钩摆动幅度 手柄的力道都里里万万摸得一清二楚 打个比方800人跟1600就不一样 800人跟小吊车又不一样 所以每部车的时候都要去 你知道它的性能你就能预判到它的惯性 我们要不停地去摸索越来越熟悉它 完成以后的更高的挑战 梁静岳从一名新手成长为行业内的佼佼者 大专文化的他却成为驾驶巨型龙门吊精准吊庄第一人 江南造船先进个人 公司部门优秀班组长 以及带领班组获得先进集体 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梁静岳对这份记忆的尊重 我这样干了这份工作我就要干好 这是我一直以来追求的 不管有再难的任务 我都有心心能做好 先吃饭了 不害怕哦 不害怕 因为我们在港位天天都是在这么高的地方 对你们来说有可能你们有点 所以说我们不怎么 长兴岛上日夜繁忙 梁静岳用女性特有的灵巧和勇气在空中打拼 助力梦想的巨轮起航 驶向深海远洋 我们是在百米高空上见证了大国重器 从地调到他的拼装结束 一直到传出屋 每次看到传出屋传指服 我自己感觉到很自豪 里面也有我们的功劳 中文字幕——YK